新冠疫情对于各产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政府也推出了各项纾困方案要来协助民众 但是这些方案的内容实在太多又复杂了 造成民怨市府新闻局就特别汇整中央 还有地方政府相关的纾困办法 并且在市府官网以专区的方式宣导 希望让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快速的获得帮助 想知道政府提供哪些纾困方案以及申办方式 只要上网查询高雄市政府官网连接纾困关怀服务专区 就可以看到各单位的纾困方案 并且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源都将详细提供给市民朋友做参考 包括在各局处用非常容易清晰能够辨识的图案 而且点进去之后包括哪些是高雄先行的措施 哪些是所谓的加码 建立这样一个单一窗口 一方面也是替这样的一个区公所来做一个分流 那么另外一个是透过有系统的相关的转介 让区公所的同仁知道说在第一线的时候 也可以做有系统的或者是有效率的 让这些民众可以直接的接触到相关负责的业管单位 受到疫情冲击 中小企业面临周转危机 经发局除了协调高雄银行提供1.33%的低利率贷款 同时加码推出100万元贷款利率1.58%的一年利息补贴 目前由九大银行参与这项纾困措施 鼓励有需求的业者多加利用 包含高雄银行在内的九大行库 我们来进行一个纾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我们所推出的就是针对这些纾困的一些需求 它的期间是一年期 在额度100万以内 我们将这个高雄的1.33% 甚至其他行库比较高的1.58%的这样所产生的利息 我们预于补贴 来只要经过这些金融行库申请之后 也可以再来跟我们市政府申请再把它补贴回去 包括劳工纾困方案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文化局一文产业场馆减收租金和税捐严角减针等 市府除了列出各项纾困方案执行内容 也同步推出振兴措施 希望加强宣导让民众掌握各项讯息 也能顺利申办 共同度过这场艰困的时期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道